第19题,小雅买了一台首题CD音响 规格标示AC110伏特或220伏特或DC12伏特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看到AC是所谓的交流电源 DC是直流电源 所以这个音响可以接交流电源 可以接直流电源 所以选项A说只可用直流电 选项B说只可用交流电是错的 那如果我们接到直流电源的时候 它需要有所谓的12伏特 那么12伏特就是要有8个1.5伏特的串联 才会12伏特 所以选项珠说我们把8个1.5伏特并联是错的 因为并联的时候总电压等于分电压 8个1.5伏特并联 它答案的总电压还是只有1.5伏特 那如果我们采用的是所谓的交流电源 就既可以采用110也可以采用220 那我们必须要选择适当的位置来使用 所以第19题的选项C的说法 反而是对的 因此石油提问我们说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使用交流电源时 可用于110伏特或220伏特 但必须先将电压选择器 调制当地的电压档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